- 根据广州军区前指关于高屏战役的部署,北线41军洋二辽师,担任向高屏一席大纵深战役穿插任务, 要求在全线8起攻击当日19时前,穿插到班庄地区,且断三号B公路,首先歼灭班庄地区之敌,而后向扣团,高屏发展进攻,协同42军为兼高屏地区之敌。 - 战役发起后,在头三天的穿插战斗中,该实施团两级后勤前梯队,因多次遭到敌人袭击,掉队而走错了路,除了361团后勤前梯队大部和362团后勤少数人跟上部队来,7月脱离两部队,中断了保障。 - 特别是诗后勤前梯队,2月18日深夜,在葵波山谷,遭到敌人伏击,损失惨重,部队伤亡116人,时政制部副主任王自夫,诗后勤部副部长尹庆家牺牲,民工伤亡200余人,携带的物资丢失待见,基本丧失了保障能力。 - 到达班庄地区的部队,从19月下午开始断凉断吹,情况最为严重的分队,只能依靠野菜、野果、草根冲击,只占颜体力严重下降,行军的调队,挖攻势的没力气。 - 如21日,361团,一赢203派32人中,就有19人落军了,但要也很紧张。 - 三百多名伤员无法后送,只能随部队前进,药品缺乏,连盐水都难以找到,就这困难,不少伤员伤口感染,每天都有众伤员牺牲。 - 据随摇摇摇摇摇摇摇行动的军政制部副主任宋子佩回忆,一天夜里,两名众伤员一声不吭地默默死在单架上。 - 第二,天早上,民工给他们喂饭时,才发现已经牺牲。 - 伤员们忍受着伤口的剧烈疼痛,摇紧牙关忍耐坚持,没有一个叫苦的,真是钢铁助教的英雄好汉。 - 这种情况直到2月23日才开始好转,这一天,摇二摇摇摇三个步兵团,同时得到了穿插战斗开始以来的第一次物资补充。 - 该师经过连续一周的战斗,部队相当疲劳,后勤保障状况,尚未得到根本好转。 - 广州军区前止获悉这一情况后,命令该师赶入原地青角和组园。 - 前七天的战斗,摇二摇摇基本失处后勤保障,整机受痛,极度疲劳。 - 简援绿偏高,全是共简援1748名,在参战在29个陆军师中,名列第三。 - 伤亡团已伤盖部11名,为略参战部队之首,其中三六摇团团长时光影,是整个作战中牺牲的唯一步兵团长,战斗力大为減弱,对战斗行动造成了直接的严重的影响。 - 究其原因,是对执行大纵深穿插任务的困难估计不足,战斗出其部队出境后,没有统一组织或陆武装,建立安全的交通运输线,再加上师团后勤替对编组较大,有的自卑能力不足,连途遭到敌人的袭扰,阻击和伏击,受到很大的损失,从而失去了对部队的保障能力。 - 该时的惨痛教训,揭示了建立可靠运输线的极端重要性,为了防止敌人沿路袭扰,阻击和伏击,需要派出护怒部队,或许有武装民兵担任警卫,保护大陆强通无阻。 - 此外,还必须加强后方梯队的自卑防护能力,但必须指出的是,尽管处于极端不利的条件下,尽管面临着极度的艰难困苦。 - 121师在28天的战斗中共坚敌2898名,位于163师,165师,124师之后,明列以29个参战陆军师第四位,充分体现了英勇顽强,坚韧不拔,临时作战的优良作风,不愧当年东北野战军头的主律师的美名。 专注对越反激战的威胁公众号,南江崩烟正十年。 专注对越反激战的威胁公众号,南江崩烟正十年。